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姐妹早安 很开心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神 今天早晨你还开心吗 阿们 阿们 我相信我们都很开心 因为耶稣在这里我们很开心 所以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从座位上起立 今早晨我们要把最好的赞美 来献给我们的神 像圣经上神的话所应许我们的 大山可以挪开 小山可以迁移 可是神的慈爱 神应许的约 总不离开我们 所以今早晨让我们用这首诗歌 全心全意的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 阿们 一起来歌唱 哈利路亚 跟我一起来拍手好不好 大家好 水一月odynamics余 今天先完成 鹸切阅 大山或高尾 全是厉害 知道神的是黑洞 在山或浪费不好 莉坑去类泡白掉 但我始终相信 你一直牵着我 大声 大声给我躲开 大海涌出来 我要大声水港耶稣 你一直躲在耶稣 阿里路亚 你手上的铃铛 大声世界大爱 我要大声水港耶稣 你一直躲在 虽然道路急去困难陷阱 但我心中知道 你一直躲在 不能明白为何 待此重担 但我始终相信 你一直牵着我大声 大声为我躲开 大海涌不出来 大海涌不出来 我要大声水港耶稣 你一直躲在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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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明白为何 待此重担 但我始终相信 你一直躲在耶稣 你一直躲在耶稣 大声为我躲开 大海涌不出来 大海涌不出来 我要大声水港耶稣 你一直躲在 你一直躲在耶稣 你受伤的定刻 展现世界大爱 我要告诉圣告耶稣 你一直都在 再来一遍好不好 虽然道路急去困难先出 但我心中知道 你一直都在 不能明白为何 但此重担 但我始终相信 你一直牵着我 大神 大神为我挪开的全新宣告 大海游泳出来 我要大神宣告耶稣 你一直都在 你受伤的地盒 照现实在大爱 我要大神宣告耶稣 你一直都在 大神 大神 为我挪大神来唱好不好 大海游泳出来 我要大神宣告耶稣 你一直都在 你受伤的地盒 照现实在大爱 我要大神宣告耶稣 你一直都在 你一直都在 大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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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我挪开 今天早晨 当我们用信心来 歌唱的时候 大神要为我们挪开 哈利路亚 大海游泳要出来 哈利路亚 当我们宣告耶稣 耶稣一直都在 这现实的大爱 我要大声宣告耶稣 你已经都在 大山大山为我挪开 全新宣告大海游得出来 我要大声宣告耶稣 你已经都在 你受伤的定恨 这现实的大爱 我要大声宣告耶稣 你已经都在 你的话让我明白 你爱我又不改改 你保守我的心怀 紧握你双手 不放开的话 你的话让我明白 你爱我又不改改 你保守我的心怀 紧握你双手 不放开的话 你的话让我明白 你爱我又不改改 你保守我的心怀 紧握你双手 不放开大山 耶稣 大山为我挪开 哈利路亚 大海游得出来 耶稣 哈利路亚 我要大声宣告耶稣 你一直都在 哈利路亚 你受伤的定恨 耶稣 你受伤的定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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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大声宣告耶稣 我要大声宣告耶稣 你一直都在 大山 大山为我挪开 大海游得出来 我要大声宣告耶稣 你一直都在 你受伤的定恨 北上为我挪开 掌心宣告耶稣 我要大声宣告耶稣 你一直都在 我要 我要大声宣告耶稣 你一直都在 我要 我要大声宣告耶稣 我要大声宣告耶稣 你一直都在 哈利路亚 我们圈起来赞美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我们的神他一直都在 耶稣他一直都在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今天早晨 我们宣伤把最好的赞美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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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耶稣 展现祢的能力 展现祢的心事 展现祢的座位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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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都会为我们挪去那不是从祢而来的 因为祢是那赐平安的神 祢是满有慈爱和怜悯的神 我们继续要用我们全人全心 敬拜赞美祢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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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求 祿舍的舍高赞美祂 感谢神 主啊 在祢的殿中赞美祢 谢谢祢的救恩 祢一直都在 祢是以马内力的神 我们称颂祢 阿们 主教这山挪开 这山就毕挪开 哈利利亚耶稣我们要更多用荣耀赞美 更多赞美祢 荣耀归给祢 赞美祢 哈利利亚耶稣是那创造天地的那一位 祢挂上星辰 耶稣你移动洋海 但是耶稣你认识我 主你拣选我 主你用你的爱来爱我 愿我用我的爱来爱你 更多更多的跟随你 哈利路亚 阿们 使得今天早晨我们要更多跟随神 哈利路亚 如果今天早晨 你相信耶稣 你享受耶稣 你要更深的经历神的作为恩典 好不好 让我们再次用最大的掌声 用最大的掌声来欢迎 来感谢我们的神 祂是慈爱的神 祂是伟大的神 祂要在旷野开道路 祂要在沙漠开江河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 祂是全能的神 大山要挪开小山要牵引 神的慈爱 哈利路亚 神慈爱的约 哈利路亚 永不离弃我们 哈利路亚 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谢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天里地有何等的高 哈利路亚 神的爱 神的怜悯向着敬畏祂的人 也是何等的大 哈利路亚 东离西有多远 神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 今天早晨求神开我们的眼睛 只有一件事 只有一件事 主要更认识祢 我要更多经历祢 不论摆在我前头 那大山是什么 小山是什么 那个旷野是什么 那个沙漠有多么的枯干 可是神我们仍然仰望 满仍然信号 来 来 顽顾四处看见 关机显了 风暴要来到 我知道 祝你的 依序更重要 等我发现自己 无助软弱 好 盼望 盼望要跌倒 我知道 你是我 永远的 依废 顽顾 顽顾 顽顾四处看见 灰景显了 风暴要来到 我知道 祝你的 依序更重要 当我发现自己无助软弱 彷徨要跌倒 我知道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开我的双眼 让我能看见 胜过一切 留你在我身边 看见我心里的宝贝 祝你灯到灯要展现 超越一切 我生意的掌权 开我的双眼 让我能看见 你又笑脸 鲜蜜地在掌权 你能够我永远的蓝点 扶迷着我直到永远 我虽然若你展现得完全 开我的双眼 坏骨四处看见 坏青线的风暴又来到 我知道祝你的依靠 我知道祝你的依序更重要 当我发现自己无助软弱 盼望要跌倒 我知道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坏骨四处看见 坏青线 坏青线的风暴又来到 我知道祝你的依靠 我知道祝你的依序更重要 当我发现自己忍住软弱 彷徨要跌倒 我知道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开我的双眼 让我能看见 胜过一切 有你在我身边 看见 看见我身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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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看见 让我看见 住在上面 让我们全新宣告 让我们全新宣告神的应许 我全新 建议你已寻超越 超越环境 胜过所有主爱 平行试试 学到你活力 让山躲开 孤孤也要心知缺席 我决心 建议你已寻超越 超越环境 胜过所有主爱 平行试试 学到你活力 让山躲开 孤孤也要心知 我全新 我全新 建议你已寻超越 超越环境 胜过所有主爱 平行试试 学到你活力 让山躲开 孤孤也要 让我们再次全新 全新宣告 我全新 建议你已寻超越 我全新 建议你已寻超越 超越环境 胜过所有主爱 平行试试试 学到你活力 大山躲开 孤孤也要心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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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山躲开 孤孤也基本 not risky 孤孤也洗走 飞 Trustee 孤孤也酊 我知道你砸开 孤孤也 È 让我们全心来敬拜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大声多看 哈利路亚苦苦要兴起 哈利路亚苦干的海骨 苦干的海骨今天造成 要笑着神要活过来 哈利路亚神要为我们家境长肉 哈利路亚神的刀墨 神的同在神的圈 今天造成充满在他生意里的身上 哈利路亚生意里的水流 哈利路亚从我们的怀子骨 哈利路亚直满到我们的膝盖 直到我们的全人全身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苦干的海骨 向着神活过来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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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路 耶稣 在神的同在里面 不再苦感 在神的同在里面 不再苦感 在神的同在里面 从流泪鼓中就上来 祈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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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一天当神带着以西吉 神让先知以西吉看见一个异象 那枯干的海骨片半 可是神说你要对这枯干的海骨再发预言 讲的是你要向他们吹纳生命的气息 当你开始对这枯干的海骨来说话 神就要给他夹精长肉 神要将他的荣耀披盖 在这枯干的海骨身上 神的荣耀 那个圣灵的江河流过我们 从怀子骨到膝盖 一直到肩 到我们的腰直漫过我们的全身 今天早晨我感觉神就是要你知道 在你生命中的海骨 你要再次对他发预言 讲的是你要对他说那生命的话语 你要对他发出神的言语来 那神的信实 神的慈爱 神的应许 让那个枯干的海骨 在你的生命中 再次的向着神要活过来 不再枯干 在神的同在当中 一切可以得到更新 可以得到恢复 可以得到医治 枯干的海骨 不是神的心意 神的心意 是要带来转化 神要让这个枯干的海骨 成为耶和华的军队 哈利路亚 枯干的海骨要心急 虽然看起来在一个弯曲 被谬的世代 在一个黑暗的一个环境当中 可是枯干的海骨 向着神要活过来 因为你是耶和华的军队 神的军队不能受伤 意思是没有伤病 意思是神要医治你所有的伤口 神要带领你要起来 你是神的军队 今天造成要昂起你的脸来 要仰脸仰望我们的神 向着枯干说再见 仰望神的同在 仰望神的能力 哈利路亚 对着你生命枯干的部分 再一次发预言 哈利路亚 再一次从那枯干的低谷 哈利路亚 从那枯干的死瘤鼓里面要上来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们全新来仰望神 今天造成耶和华的军队要兴起 哈利路亚 耶和华的军队要兴起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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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再一次来赞美我们的神 弟兄姐妹 让我们再一次来赞美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神的心意在你的身上 哈利路亚 不要停留在枯干的低谷里面 哦 今天造成神说 不要停留在枯干的低谷里面 优优独播剧场——蒙录 阿舘 优独播剧场——蒙录 Fridays 声 聊 小马 造成好不好高举你的双手来到神的面前 不论你在哪里高举你的双手来到神的面前 哈雷路亚全心仰望神 神是你的力量 神是你的恩惠 哈雷路亚神是你的力量 哈雷路亚今天造成我宣告 神是你的力量 哦神要求苦干的海骨再次的活过来 哦神呀啦妈哈巴啦哥巴山大大 哥巴西基呀啦巴山大大 高举双手来到神的面前 哈雷路亚全心来呼求我们的神 哈雷路亚神的能力 神的同在今的造成 充满在这里 哦神给你 哈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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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告吧 开口祷告吧 开口祷告吧 哈雷路亚 趁着神相亲的手来祷告 来呼求我们的神 哈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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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被写上我们的感谢 写上我们的赞美 阿里路亚 写上我们的赞美 我写上我们的赞美 阿巴拉巴西耶 我写上我们的赞美 写上我们的感谢 祝我写上我们的感谢 我写上我们的赞美 我写上我们的赞美 我相信你 祝我全然相信 我全然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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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次拍摄我们最大的掌声 我们在安定中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继续敬拜他 我们一起来奉献好不好 好 我们来唱出诗歌 祝我全然相信 我全然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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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愿意安稳 在你的手中 主 我们在美你 主 鼓励你的儿女们 不论我们遇见什么 主 让我们知道 你一直都在 你与我们同在 使我们心里不害怕 我们把荣耀感谢都归给你 谢谢主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弟兄们请坐 好 弟兄们早安 早安 好 那今天我要继续跟弟兄们分享 我们这一系列的信息 就是耶稣是我的自由 耶稣是我的自由 那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 那个拒绝掌控我们的情绪 我跟各位分享 拒绝掌控我们的情绪 那我想我们每个人 多多少少都有情绪 但是重点是 我们不要让我们的情绪 掌控了我们的生命 掌控了我们的生活 如果我们的情绪 我们被情绪掌控 它掌控我们的心 掌控我们的嘴 掌控我们的行为 那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麻烦 让我们生命里面 就有很多的难处 特别是容易破坏我们 跟别人的关系 如果我们人际关系不好的话 那通常我们生活就会 就会很 比较辛苦一点嘛 这是我们所知道的 那上一次如果您记得 我跟各位分享的情绪是罪 讲到罪疚感 就要把我们从那个罪疚感 中间得到 叫我们得到释放 那今天我跟各位 讲到另外一种情绪 就是害怕 就是恐惧 惧怕 畏惧 担忧 都在里面 好不好 那我们一定要学习 不要让惧怕 不要让害怕 掌控我们的生命 不要让那个焦虑 掌控我们的生命 那我相信 在我们当中 那个没有人 说我从来没有怕过 对不对 在我们的生命过程里面 也许在某一个时段 或者某一个环境里面 某一个状况里面 我们都会遇见害怕 或者有的人 真的一生都活在害怕里面 那一定要学习 怎么样从其中间的主 从其中间得到释放 好不好 耶稣的信息 耶稣主的信息 对于害怕来说 其实很简单 就是很简单 他告诉我们说 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那 但是我在跟各位 分享害怕之前 我跟各位讲一件 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你知道其实害怕 它不见得 完全是一个负面的事 害怕不总是一个坏事 怎么说呢 你想想想看 那害怕恐惧这件事情 其实也是一种 一种使人类 使我们人类 可以累积 继续不断累积知识 而且把这些知识 投射到未来 借着这些累积的知识 使人类继续不断进步 继续不断发展了 一个能力 一个力量 我简单讲 害怕恐惧 在某种情况下 是对我们生命 是一种正面的能力 正面的助力 其实害怕是神 所赐给我们的一个礼物 我在说 害怕会使我们 继续不断累积知识 累积一些资讯 我们把这些资讯 累积起来以后 一代传给一代 然后在这个 累积的知识里面 人类可以 继续不断地发展 继续不断地进步 这个能力 害怕能力 使我们有想象力 使我们有梦想 使我们有盼望 如果你没有害怕 你从来不害怕的话 那可能你就没有动力 你又没有热情 好 所以如果你知道这个 你就知道 那在我们心中 可能我们要保留一点点 害怕 好不好 因为害怕 基本上可以使人类 更进步 更有发展 我举个例子 给各位听 前两天 中国发射了一个 一个北斗卫星 各位知道吗 好 我不讲那个 这几十年来 太空探勘的计划 是一个人类的 一个非常伟大的 一个进步 太空人登陆月球 太空船 太空梭 又放着卫星 你知道在六十多年以前 开始这个 美国有个太空总署 叫NASA 他们开始这个 正式营运 正式运作 这些太空探勘的问题 的计划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预备好 回答人的问题 什么问题 人会问说 人类进入太空 有非常高的成本 而且非常高的风险 为什么人类 还要进入太空 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有位学者 有位博士 华盛顿乔治大学的 太空政策 引入所的博士 叫做 约翰·罗格斯顿 就是这位先生 非常聪明的人 他说 整体而言 人类太空旅行的重要 在于它无形的影响 他讲了很长一段话了 他说 我们进入太空 人类存在 极其伴随的风险 是有风险 但是让太空飞行 仍然对人类 引起了许多的共鸣 探勘也有其道德意义 因为它事实上 是一种文化上的对话 存在于大自然 和人类生活中意义当中 他讲什么 大部分人都听不懂 但是我告诉各位 一个实际的问题 太空探勘的计划 给人类生活里面 带来很多的帮助 很多帮助 当然你不要讲说太空战 事实上人类发生 当然大国发射卫星 基本上可能有一天 会有太空战 听说你知道吗 在圣经里面 好几千年以前 就有发生过 你记得那个 底波拉跟西西拉打仗吗 那边说 星宿从天上征战 从其轨道攻击他们 很快就要发生了 OK 我不是下各位的 好 那我讲简单的 事实上经的太空探勘 有很多 因为它需要很多研究 很多的工作 对不对 很多工程 以至于它有很多附带的注意 就是这些 因着太空的科技的发达 很多你没有想象到 在你日常生活里面的 比方说厨房 交通系统 体育用品 现在生活中的 很多其他项目 这个instant food 就是即食食物 保持干燥的衣服 甚至是无物的 滑雪的眼镜 都是因为太空科技的发达 所带来的一些更新 一些发展 特别我刚刚提到说 有很多卫星 带来很多通讯的数据 对人类的天气 植物 人类活动 有这个摇杆的数据 所以带来生活上 很多的帮助 这些发展 给人的生活 带来很多的方便 很多的好处 都是因为对太空竞赛 科技更发达 造成来的正面的影响 所以在2017年 两年以前 美国总统川普 就大大一个指令说 他就呼吁NASA 就是太空宗旨说 要和商业 与国际上的伙伴合作 领导一个创新 而且持续的探勘计划 协助人类 在太阳气中发展 也可以更一步 帮助人类 在社长生活里面 可以有更好的 更好的帮助 生活更多的享受 好 但是你曾想过吗 人类企图进入神所 创造这个浩瀚的宇宙 做这个探索的 这些计划 人怕不怕 那些太空人怕不怕 对我 你想过这问题吗 那些太空人 进入太空 你觉得他们怕不怕 很怕 你知道为什么会怕吗 因为有许多太空人 他们在太空探勘过程当中 他们试上了生命 比较有名的1986年 1月26号的挑战者 太空梭 看过吗 那天我亲眼 我电视 看到 飞飞飞 砰就爆炸了 七名太空人 试掉他们的生命 2003年2月1号 哥伦比亚太空梭 同样解体 焚烧 七名太空人 试掉生命 事实上有很多 不知名的太空人 我们不知道了 他们在训练过程当中 还没有上太空 他们就失掉了生命 可是问题是 问题是 这些害怕 并没有拦阻人 2017年6月 NASA他们有一个计划 他们要再培 再培训12个太空人 只有12个名额 要训练他们进入太空 有一天进入太空 有一万八千人报名 这么多人要进太空 这你知道吗 我去不想回来回来 万一他们 太空梭就坏了 停在太空里面 哇 我想起来 但是 看见这些害怕 反而使人类 可以继续不断地 累积这些知识 这些经验 以至于 我们在上面 可以继续地往前 那弟兄弟妹 教会的宣教历史 宣教事工也是一样 当圣灵教官下来 教会被建立 两千年之前 教会开始 教会开始传福音 一直到今天 两千多年来 那是一段非常艰辛的 非常困难 非常痛苦的 一个漫长的过程 今天全是球 有三分之一的人 是基督徒生的儿女们 可是这段路程过程 有无数的宣教士们 他们牺牲他们的生命 可是你的过程当中 他们怕不怕 我们很佩服这些宣教士 有的有名 有的没有名 他们好厉害 他们牺牲他们的生命 可是他们怕不怕 我告诉你 他们很怕 我举例子来 保罗在宣教 他到了哥林多城的时候 那天晚上 主在夜中对他说 主在异象中 对保罗说 不要怕 直观讲 不要闭口 主说不要怕 主为什么说不要怕 因为保罗很怕 很简单嘛 对不对 你不要想太多 圣经上讲得很白 保罗后来去意大利宣教 途中传着遇见 狂风大浪 太阳星星都不显露 狂风大浪 我们就得救的指望都绝了 保罗说 所以神又跟保罗说 保罗 不要怕 主为什么要跟保罗说 不要怕 因为保罗很怕 怕得要死 保罗到亚细亚宣教 他说弟兄们 我不要你们不晓得 我们从亚细亚宣教 遇见很多很困难的事 我们压力很大 力不能胜 甚至觉得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 我们心里也断定 我们是必死的 保罗怕不怕 怕啊 他自己讲 我告诉你 他自己怎么说 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三节 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 又害怕 保罗耶 保罗说 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 身体也不得安宁 周遭 周围遭患难 外有争战 内有 惧怕 保罗说 我就是很怕 保罗是这么伟大的 一个宣教士 可他说 我很怕 当然 重点是什么 但那安慰上纪之人的神 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 弟兄们 这些害怕 这些害怕 并没有拦住保罗 也没有拦住那些宣教士 他们继续望前 那些害怕 反而成为一种助力 靠着神的恩典 他们一直望前 一直望前 所以福音可以到这种地步 你看保罗在十多千万二十章的二十二到二十四节 那边说 他说 我知道我去耶路撒冷 我会遇见什么事情 有捆绑的事 有患难等待我 只是没有血 我心里很怕 他前面就说了 但是我却不以性命为念 也不看为宝贵 我就是要完成之所托付我的路程 我传扬福音 所以福音可以到今天 害怕成为一个助力 在你我的生命过程当中 我们生命可以成长 弟兄姐妹你知道 为什么有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停滞了 我们信耶稣信了十年 我们还是这样 原地踏步 为什么 你知道吗 有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太不怕神了 我们太不敬畏神了 我们知道有神 可是我们却不把他当神 荣耀他 你是神 那我是我 你叫我做 那我不一定要做 我们太不敬畏神了 所以我们的生命就停滞 我们不会成长 如果我们敬畏神 我们怕神 会有不同的效果 你看史密研究院 第24章25节 当保罗有机会 跟罗马巡抚 这个菲利斯谈话的时候 保罗说 保罗就跟他 告诉他讲了公义 神的公义 要节制 还有讲了将来的审判 菲利斯 菲利斯听了就很害怕 对不对 很怕 问题是他 他没有悔改 他没有接受 他主持续的道路 所以结局不好 对不对 哥林多后书保罗 在第七章的第十一节 告诉我们 他说 你看 你们依着神的意识忧愁 我们明白神的意识 我们明白神的心意 我们从此就生出 何等的殷勤 自恃 自恨 恐惧 我们依着神的意识 神的旨意 我们就恐惧 我们就害怕 我们敬畏神 我们就悔改 如果我们走错路的话 那怎么样 在这世上 我们就表明自己是洁净的 我们就会成长 如果我们敬畏神 对神所说的 我们害怕 那我们生命就会成长 保罗在菲律比书 第二章十二到十三节 保罗说 这样看来 我亲爱的弟兄 你们既是常顺服的 不但我在你们那里 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 更是顺服的 就当恐惧 战兢 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因为你们立志 行事 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他的美 保罗什么意思 保罗说 神他在我们里面动功 告诉我们知道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的 神已经利益 要帮助我们 那我们的反应是什么 我们就敬畏 我们就很小心 敬畏神 我们就害怕 害怕走错路 我们就恐惧 战兢 就可以得救 我们生命 就可以成长 反之 我们就会停滞 甚至我们会倒退 所以害怕 害怕某种方面 是一个助力 对不对 其实在座父母 你都知道 你不是常常有这种手段 叫你的孩子害怕 他们一害怕 他们就听话 OK 那是铁外话 好 但是 但是 但是我想 虽然害怕 某种方面来说 对我们是一个助力 对我们生命 是一个力量 但是我相信 没有人愿意让害怕 掌控我们的生命 对不对 我们没有一个人 希望让害怕 那个情绪 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主人 虽然它有一点点好处 那事实上 定义我们要学习 不要让害怕掌控我们 因为一旦害怕掌控我们 你知道我们的 我们这个人 甚至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个性 都会扭曲 都会 都很怪 像彼得 彼得是耶稣基督的大门徒 第一大弟子 对不对 他跟主三年半 那一天 当主被定在石架上 当他被审判 被抓 被定在石架上的时候 彼得怎么样 彼得否认他 彼得成为一个 道道地地 忘恩负义的 一个最自私的人 因为害怕 就是因为害怕 所以他拒绝承认 他是跟随主的人 所以我们要 我们要小心 不要让害怕 掌控我们的生命 好 那因为 但是害怕 我们每个人都没法逃避 我们都会害怕 所以主就要教导 门徒也是教导我们 当害怕 发生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样面对 我们怎么样 不让这个情绪 掌控我们 定位们事实上 主的教导很简单 甚至也许你会觉得 有点 是不是有点太幼稚一点 为什么这样说 定位们知道 事实上我们的信仰 基督教信仰 其实很单纯 你一定不要讲得那么复杂 虽然圣经很厚一本 如果你看解经书 哇 那解经书很多很多很多 可是我们的信仰 非常非常简单 没有那么复杂 好不好 对人到害怕 也是一样 主教我们怎么样 面对害怕这个情绪 在主三年半服侍的过程当中 当然不管他 他到每个地方 很多人跟着他 很多群众跟着他 但是主的服侍 最主要对象 就是他的十二个门徒 因为他知道 这个十二门徒 肩负着传扬福音 到地级的责任 所以他就栽培他们 教导他们 主在对他们教导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 就叫他们不要害怕 万一他们一旦害怕 就没办法 就没办法宣教 对不对 主说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主的教导 主的关键 对面对我们 面对害怕情绪 主的关键教导是什么 我刚刚说的很简单 主就说 不要害怕就是了 真的 对啊 主就说 不要让害怕 成为你的主人 不要让害怕的情绪 掌控你 不要再害怕了 真的 主讲起来很简单 很轻松 但是 这是很难做到 连主的门徒 跟随他三天半的门徒 他们大概会反映说 主啊 是啊 我们是相信你 我们跟随你 但是你说不要害怕 哪有那么简单 我们都做不到啊 我们都没有办法做到啊 你知道有一次 主就带着一个十二门徒 这些门徒都是主的核心的同工 主就 主就跟他们说 主说有一天 我会拆派你们 好像羊进入狼群一样 主说我会拆派你们 好像羊进入狼群一样 弟兄你们 对我们来讲 我们就是一个故事嘛 是不是 说不定在座 还有人没有看过羊呢 我是真的羊啊 不是电视的 我们小时候 听主流学的故事 羊就是那个绒布啊 法兰绒布啊 贴一个贴一个啊 或者现在绘本啊 羊对不对 可是对门徒来讲 不是哦 在巴勒斯坦 还有很多羊 有牧羊人对不对 他们都知道 一个羊进入狼群 是什么结果 非常血腥 对不对 后来可能只剩下羊蹄吧 什么都没有 羊骨头而已 所以他们都知道 主在讲什么 主说我要把你们 像羊猜物 进入狼群一样 他说你们会被逮捕 你们会被鞭打 但是你们不要害怕 门徒一定面面相去说 真的是这样吗 结果真的是这样子 这门徒后面 后来他们真的就被逮捕 被鞭打 而且很多大部分 在他们其中的人 他们都为主训到了 但是在当时 当主这样讲的时候 他们一定很害怕 你把我们采入人中 像羊 采入狼群中 我们怎么办呢 所以主就给他们上了一课 我就跟各位说 我说是户外教学 就带他们到户外 就有点像我们军队 我们有演习 对不对 军中我们有师对抗 迎测议案 就是师兵操练 训练操练他们的信心 建立他们的信心 好 那我下面讲的第一堂课 第一堂课 主的户外教学 可能在座第五年 有大部分你都知道 这故事 如果你像我一样 从小就会长大 好 那 那 这一堂课是主教导门徒 叫他们不要害怕的 好 马来福音的第八章 23到25节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 23节来 大部分应该很熟 对不对 如果你是老基督徒的话 那一天 耶稣就上了船 门徒跟着他 耶稣不然去哪里 门徒跟着他 那他们就来到 在那个加利利海中间 就加利利湖 加利利海 你看这是平静 加利利海平静 平常是非常非常平静的 可是因为地形的关系 旁边有峡谷 所以地形的关系 常常就突然间会有风来 因为经过峡谷 就在经过海 经过加利利海 就会把那个湖面 卷起大浪来 一阵大风经过 就会起着暴风 那这一代的人都知道 彼得也知道 彼得是加利利海的渔夫 他从小在这环境长大 他知道没什么稀奇 来来就会走 一点都不夸张 可是那一天 这一场风 一定是特别的风 是暴风 连这些渔夫都怕得要命 这种风很特别的 很特别的 你看 迎着暴风 就引来了大浪 这个船 其实那个渔船 也不是太大的船 地位女们 你有看过 你喜欢看海难片吗 你看过铁达尼号 或者海参号吗 我是不喜欢看 我也不看 我觉得他们太惨了 而且那种 你何必花钱去看那种 那种悲剧 对不对 我不喜欢看 可是我想也知道 那是什么光景 那天 他们差不多就那个样子 他们吓得 那个风那么大 天 在海 在加利利海 长大的渔夫 门徒中 有四个是渔夫 他们都 他们都吓傻了 可这个时候 他们发现 他们的老师 耶稣却睡着了 还在睡觉 应该不是假装的 就是真的睡 睡得蛮熟的 那他们就 他们就怎么样 他们就叫醒他 你都是圣经 你一定要有种想象 要平面 要立体的 他们一定不是说 主啊 主啊 像你叫你儿子起床一样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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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太小圣祖 主听不见嘛 而且风那么大 快要丧命了 他们会怎么样 主啊 救我 主啊 救我们 我们快被淹死了 对 因为有人 你正面临 这样的环境吗 耶稣还躺着 然后耶稣就 就 被他们叫醒了 对不对 主就对他们说 二十六节 主就对他们说 你们这小性的人啊 主一定不是这样讲的 这么小声 他们听不见 主一定会说什么 你们这小性的人啊 对不对 你们都说什么 你这小性的人啊 然后主问了一个 问了一个 问了一个 我不要说愚蠢啊 问一个很荒谬的问题 主就问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害怕 你为什么问我 为什么害怕 风那么大 你不知道 你没看到吗 对不对 风浪这么大 我们都快淹死了 你还问我这个问题 耶稣你很奇怪耶 神经上没有啦 我想的 可是他们心中 一定是这样子 弟兄姐妹 是真的 弟兄姐妹 这不只是一个 关于神机 主教风浪平起的故事 主正在这个 教导他们一个 不要害怕的功课 弟兄姐妹 主也正在教导 我们不要害怕的功课 看主怎么说 主就慢慢站起来 他刚刚真的躺在睡觉 慢慢站起来 他一点都不紧张 一点都不紧张 神一点都不紧张 我们的主 他一点都不紧张 虽然你很紧张 可是你放心 我们的主 一点都不紧张 他也不害怕 我们会害怕 我们为什么会害怕 因为我们 我们预测未来 我们预测未来 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我们预测未来的根基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所看见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 我们自己的经验 所以我们就 我们就对未来 我们就很害怕 对不对 为什么怕死 你们不晓得死以后怎么样 那我们害怕 是因为我们对未来 没有确定 我们就知道 就着我们看见 我们所知道 所明白的 预测未来 所以我们很害怕 但是弟兄姐 主为什么不害怕 因为未来在神手中 弟兄姐 时间是神所创造的 时间是神掌控的 神掌控 对神来说 没有以前 现在跟未来 神知道所有的 神知道未来 神掌控未来 神知道你以后 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他不害怕 你也不需要害怕 那这就是耶稣 叫门徒看见 也叫我们看见的 主主站起来 就斥责风和浪 耶稣对风浪说话 斥责就是骂他 所以耶稣也会骂 暴风雨 那个暴风跟浪 就平息了 就平息了 听众姐妹 虽然我刚刚说过 在这个现象 这个现象 在当时是常常有的 三不五次会发生 暴风 引起一个巨浪 当然这个浪 是非常非常特别的 可是不管怎么样 就在主耶稣 说过这个话 斥责风浪之后 风浪马上停息 这件事情 对那些熟悉 当地环境 这个状况的 渔夫来讲 仍然是一件 非常奇特的事 他们大大的诧异 在这个区域成长 这些渔夫们 他们知道 这绝对不是 自然现象 所以他们就 他们就张大嘴巴 他们就问了一个 非常伟大的问题 这是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不管你是老基督徒 还是刚刚信耶稣的基督徒 或是你还没有信耶稣 你想要信耶稣的基督徒 或者在我们当中有 有些基督徒 你已经 你已经 你已经有点退后 有冷淡 你有点快信不下去了 那你应该问 我们都应该问这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门徒说的问题 门徒问的问题 就是 是怎么样一个人 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 连风和浪都顺从他了 顺从他了 第二位请特别注意 马可在马可福音 他同样也记载这件事情 我们知道马可 马可不在船上了 彼得在船上 彼得是他老师 彼得就把他所经过的告诉马可 所以马可就写出当时 彼得在船上的心情 彼得就说 他说 马可福音第四章四十一节 他们就大大惧怕 彼此说 这到底是谁 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 大大的害怕 什么意思 就是 这些门徒就 本来很害怕 可是现在我们更害怕 门徒一直说 是的 我们那个风啊 那个浪这么大 我们非常害怕 可是问题是 当我们明白 我们和 这个怎么样这个人 在一起的时候 而且这个人 跟我们这么近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 什么是真正的害怕 丁绝你明白吗 这些人 这很重要 对某些人来讲 对我们来讲 门徒后来的害怕 比他们前面的害怕 更大 大很多 他们对耶稣的害怕 比对风浪的害怕 大很多 这是何等的人 他靠我们这么近 丁绝这个时刻 这个时刻 门徒对耶稣的信心 胜过了他们 对死亡的惧怕 胜过了他们 对风浪的惧怕 在这个短干的时刻 他们对耶稣的信心 因为耶稣就要风浪平息 胜过了他们的惧怕 他们不再害怕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耶稣教导他们 的功课就是 不要 你不需要让害怕 成为你们的主人 我们不需要让害怕 成为我们的主人 我们不需要让害怕 压制我们 胜过我们 因为有一位 比所有的害怕更大 就是我们的主 就是我们的主 有一位可以胜过 所有的害怕 约翰那天 他来传上 他后来写 约翰一书 他怎么说 他说小子们 你们是属神的 弟兄姐妹 你们是属神的 我们是属神的 并且生了他们 他们就世上一切 包括害怕 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 那在我们里面的主 比那世界上的更大 你不需要害怕 你不需要让害怕 成为你生命掌权的神 因为有一位 比害怕更大 就是我们的神 而第二堂课是什么 就是这位 这么伟大的神 他顾念我们 他顾念你 他关心你 他保护你 所以在这个门徒 这第一堂课之后 主就要打铁趁热 赶快赶快上第二堂课 所以主又带他们去 另外一次的户外教学 接着主就说 马太福音的第十章28节 主说一句话 丢个很重要 我们来看 那杀身体 不能杀灵魂的 不要怕他们 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 都灭在地狱里的 正要怕他 耶稣一直告诉我们说 那个能杀我们身体的 但是不能杀我们灵魂的 你不要怕他 那个只能威吓我们身体 杀我们身体 你不要怕他 但是我们要 我们要怕什么 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很重要 有一件事情就是 是超过我们眼睛所看见的 我们眼睛所看见都是金色 可是有一个永恒 我们肉眼看不见 可是它是存在的 我们肉眼看见是我们的身体 可是在身体里有个灵魂 好像我们肉眼看不见 但是都是存在的 现在我们的之后 还有一个我们 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 还有一个我 还有一个你 不是这样有些人觉得说 人死如灯灭 人死什么都没有了 不是的 人有灵魂 人死以后 那个灵魂它永远存在 所以重点是 你我死了以后 我们的灵魂要在哪里度过永恒 是天堂呢 还是地狱呢 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要害怕 害怕 害怕一些东西 如果你们真的要害怕 你们真的要让一个害怕 在你们生命中掌权 那你们害怕神吧 那个杀你身体的 你不要怕 你应该怕那个 能够把你的身体跟灵魂 都放在地狱里的那一位 就是我们的神 如果你要选择怕什么 你应该选择害怕神 你应该 如果你要让个东西掌控 你应该让神掌控你的 而不是让害怕掌控你 对我因为主提醒 主在这边提醒他的门徒 也是提醒我们 那场暴风巨章的 户外教学 记得就前一次嘛 对不对 主告诉他们 你们怕错对象了 当然他们后来明白 你们害怕生命中的风浪 其实不需要害怕那些风浪 你们应该害怕神 神比风浪大 可是 可是 那个风浪了不起 就杀我们的身体 主说不要害怕他们 我们应该害怕神 因为神有可能 把我们的身体和灵魂 都放在地狱里面 对不对 好 所以耶稣就教导他们 提醒他们 应该怕什么 不要怕什么 主下面继续说一段话 是对我们每个人说的 马拉雅福音的第十章 二十九到三十一节 我觉得很重要 我们一起来读 好不好 请各位一起来读 马拉雅福音的第十章 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 一起来读 来 就是你们的头发 也都被数过了 所以不要惧怕 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好 主说 各位 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钱吗 一分钱很少 当时很少 很少的钱 几乎就是没有价值了 主说 就是两个没有价值的麻雀 如果神不答应 他都不会掉地上 什么意思 就是神很顾念这个麻雀 各位 你觉得神很在意这个小麻雀吗 你觉得神在不在意 在意啊 那神所创造的啊 神很在意 是真的 因为神创造了麻雀 虽然世人觉得麻雀不值钱 可是神还是宝贵他们 神不会随便给他们掉地上 意思就是神在乎他们 因为他们是属于神的 我跟你讲一个 不好意思啊 我再提我们家的小猫 你知道我爱我们家的小猫 对不对 他真的是很棒 他很通人性 而且听说 后来我们上网看 这个猫 我们这种猫就特别黏人 他每天晚上要我拍他睡觉 他一定要拍他睡觉 真的 很黏很黏很黏 可是他已经八岁了 八岁后来就 我发现八岁就是老猫了 进入老年期了 老猫就更黏人 九岁 九岁 这么九岁 更黏人 我们上网看 我们都不知道 原来养猫没有那么简单 到老猫 他就会 他就会情绪 他就更黏人 把妈妈一千到晚都不在 后来我们就发现 他就有点生病 这个叫做 这个叫什么 分离 这个焦虑症 是真的 没有想到猫也会 真的 我们要离开 他就 有点像忧郁症 躁愈症一样 因为我们很爱他 我们就有点难过 看那个猫那样子 虽然 可是后来我就发现 那一天 我们当时就为他祷告 我们也上网 看一下怎么样帮助他 是不是还给他 行为治疗 好心疼 看那个猫 可是 有时候我想说 我需要 这样子吗 他就是个猫 对不对 而且我一直 我一直这个概念 觉得说 耶稣拯救我们 人数没有拯救猫 猫以后反而就下地 他不会上天堂 应该不会得救 我的观念是这样 可是他现变地 我就毫不忍心 那一天我就读到这个 麻雀 两只麻雀 一分钱吗 若是神不许 神都不让他掉地上 哇 主很爱那个两个麻雀 那主也一定很爱他 主也一定很爱王小布 我就为他祷告 就以为 真的很奇妙 主真的很奇妙 我带他到以后 他第二天就好转 就改善 他正在继续进步中 而且我的观念 有点改变 我说主啊 我现在希望 他去上天堂了 OK 好 好 不要讲麻雀 也不要讲猫 主说 我们不谈麻雀 来谈谈你们好了 谈谈我们好了 弟兄姐妹 主告诉我们说 连我们头上的头发 主都数过了 表示什么 主认识我们 主太认识我们了 主连我们的头发 有几根他都知道 你自己都不知道 可是主知道 所以不要害怕 我们比许多的麻雀 加起来还更宝贵 在神的眼中 我们有无比的价值 这就是主要告诉我们的 弟兄姐妹 主是我们个人 每一个人的主 主是你的主 主知道你 主认识你 主知道你有几根头发 主知道你正遭遇 正在遭遇什么 也许你真的很辛苦 也许你正在风浪当中 你正在害怕当中 主要告诉你 他在意你 他知道 他不是不知道 他很在意 他很在意 他知道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在我们当中 有弟兄姐妹 你正在现在 很艰难的环境当中 你正在经过 死人的忧骨 你心中充满了害怕 你要知道神知道 耶稣知道你所经过的 耶稣知道你正在经过什么 主叫你安息 不要怕 不要怕 他很在意你 他会保护你 即使真正的发生 不好的事情 主仍然要知道 他很在意你 他很关心你 所以门徒他们就 他们就有一点点明白 是啊 我们应该不害怕 那如果我们害怕了 我们应该怕神 因为我们知道 他与我们同在 他一直都在 就是他一直都与你同在 所以主看 他们有点明白 那我赶快在 快马加鞭 再上另外一堂课 下面一堂课 第二堂课 之前 这个户外交流之前 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你看圣经 刺续是五饼二鱼的故事 各位都知道 五饼二鱼的故事吗 那天在无名的旷野 有大概一万人 五千个男人 大概家小孩子 妈妈 大概有一万人在听 耶稣基督讲道 你们很幸运 我们讲最多一个钟头 主讲很长 耶稣基督讲道 从早讲到晚上 真的 真的 而且那时候不像现在 那么舒服 没有冷气 没有椅子 站着坐着 旷野 很热 所以到晚上群众都饿 很饿 那门徒就到主面 就说 他们都饿了 怎么办呢 主说 那你们喂他吃 喂他们吃 把他们赶走好了 主说 喂他们吃 门徒说 怎么可能喂他们吃 一万人 去哪里找食物 根本就没有饭店 当然也不可能有的 Uber Eats 所以就 去哪里弄食物 主说 给他们吃 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孩子 安德烈发进一个孩子 有一个便当 有五饼二鱼 五饼二鱼就是 就是孩子的分量 可是主就 把他们叫来 门徒说 你们把他们排排坐 主就祷告 把饼剥开 把鱼剥开 就分给门徒 门徒就开始发饼 发鱼给 给这些百姓 奇妙的事就发生了 一万人都吃饱了 而且还剩下 十二篮子的 这个厨鱼 第一名 你知道这个事情 发生之后 门徒的信心 达到了一个高峰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哇 我们的夫子 是这种人 而且你看 他借着我们行的 这么奇妙的神迹 这个人到底是谁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多么奇妙 这故事我们都记得 对不对 那 当然主做事都有目的 这个事之后 主就马上 你看 马太福音的十四章 二十二节 耶稣随即 无比亚人神迹之后 他们心里很高昂的时候 主就马上 马上 吹他们上船 先渡到那边去 等他叫门徒散开 主就催他们上船 催这个字 希腊字是很强烈的一个字 就是 就是 主强迫他们上船 主勉强他们上船 主不是说 你们上船吧 主说 你们都给我上船去 结果主为什么要 勉强他们上船 猜猜看 为什么要用这种 上去啊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不想去 对不对 记忆犹新 前几天发生了 风浪 这次不知道主要搞什么 对不对 他们都不想上船 是真的 门徒们虽然有渔夫 他们不要 上次差点淹死 这次不晓得怎么样 我们就可能又走的 主说不行 上船 上船 而且这次更恐怖 耶稣没有打算 跟他们一起去 你们自己去 还好他们就 还有点顺服 他们就上船 上船发生了什么事情 果然 马太福音十三二十四节 那时船在海中 因风不顺 被浪摇汗 风浪又来了 他们摇啊摇啊 舌人摇啊摇啊 可是风浪太大 他们就在当地 转转转转转转 毫无进展 听众姐妹 你生命的时刻 现在是不是也是一样 问题那么大 风浪这么大 你拼命地摇船 滑桨 可是你仍然在原地 你没有任何进步 没有任何突破 没有任何改变 那天他们遇见的 也是一样 有的时候我们生命 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个光景 到了四更天 大概凌晨两点到三点的时候 门徒 哇 已经摇了不知道多久了 真的太辛苦了 是不是 风浪 什么时候才会停止 麻烦什么时候才会过去 好 四更天的时候 二十五节 耶稣行在水面上 往门徒那里去 有张图啊 人家画的 不晓得当时是不是这样 基本上差不多 耶稣走在海面上 向门徒过去 这件事情 如果在座 有弟兄姐妹 或者有朋友们 你还不是基督徒 可能有点疑惑 说哎呀 前面那个第一堂课说 风浪 主教风浪停息 勉强可以接受 因为反正到处会停嘛 刚巧就很巧 对不对 好 可以接受 可这一次说 他走到风浪 走到这个 走到海面上 这就是为什么 我不信耶稣的原因了 对不对 你们不晓得你们讲什么 什么哪 二十一世纪的 好 如果你有怀疑 我告诉各位说 你知道我们基督徒 信耶稣 还不只是因为圣经说的 圣经说我们当然都相信 可是我们信耶稣 我们不只是因为 圣经上说而已 我们相信有更棒的原因 好 什么原因 因为写圣经这些人 第二个人知道 马太 马可跟约翰 他们三个都有记得这件事情 马太是个现场目击者 他看见主心在水面上 那马可 马可虽然不在现场 可是彼得看见 彼得告诉马可 马可写在身上 对不对 他们是现场目击者 而约翰呢 他也是 他跟主三年半 他那天也在船上 他看见 三位目击者 看见耶稣行在水面上 但是你说 那为什么我要相信 他们三个人 为什么他们三个人 讲的是真的 重点来了 你知道吗 这三个作者 当他们记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们也告诉我们 其他一件事情 我不想你各位有没有留意到 他告诉我们 他当时非常非常 有一次要出糗的糗 有没有 非常糗的反应 他们记下了这个 让他们非常非常糗 非常非常尴尬的反应 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我这样说 今天你知道 有些文学评论家 批判者 我们评论家 他们使用一种工具 他们叫做尴尬的标准 什么意思 就是他们来 我稍微解释一下 他们因为一个人写一本书 关于一个人 特别是一个比较 令人尊敬的人 有名望的人物 如果这个人 把这个人写得实权实美 百分之百是个完全人 毫无缺点的话 那这本书 你就打个问号 对不对 因为没有众人嘛 除了耶稣之外 反之如果人 把这个英雄人物 众人所敬仰的一个人 同样地写出 他的一些缺点 那这本书 你反而可以相信 各位了解意思吗 对不对 所以圣经上 你看 圣经上 亚伯拉罕 我们信心的父亲 他因着保命 把他太太的卖了 送给别人 做太太 你看这种人 摩西因为生气 打了个磐石 所以主很生气 大卫 犯了奸淫罪 犯了谋杀罪 圣经为什么记这个 因为记这个 反而让我们相信 圣经是可信的 所以为什么 圣经是一本可信的书 有时候人 拒绝福音是因为 他们没有真的明白 圣经上所说的 如果人真的开始 明白这些道理 他们就知道 圣经是可信的 好不好 所以你看这些作者 当他们写 关于耶稣 行列水面上 这个记载的时候 他们没有把自己 写成英雄人物 这些基督教人 他们自己写 让我们看见 马太 马可 约翰 彼得 就是跟我们一样 这很平凡 为什么平凡 他们也很怕 甚至于 比我们还没有信心 有没有 这些作者告诉我们 耶稣行列水面上 他们也写出 他们那个 很尴尬的反应 为什么 丢你们知道 基本上 正常人 就不会写的 对不对 你知道这些作者 马太 马可 约翰 彼得 在福音书 那时候还没有福音书 我记得前段时间 你跟我讲 圣经成型 对不对 在那个时候 只是一些文件 马可文件 马太文件 约翰文件 在基督教圈中 已经开始流传的时候 这些人还在 就他们写说 我们好怕 鬼啊 的时候 他们还在 弟兄姐妹 而且这些人 他们都当时明星人物 他们都是当时 教会的重要领袖 他们都是当初 最受尊敬的人 彼得是主的大门徒 对不对 约翰是主 最爱的门徒 马太 安德烈 他们都是主的核心分子 他们都是教会的 最受人尊敬的人 如果是你会这样写吗 说我以前好 不会啊 对不对 这些对我的权威 对我的权敏 大大的不利 不会 但是他们仍然写出 他们当时的情况 为什么 当时就是这样 他们就是很怕 就是很怕 马太文件 十四章二十六节 门徒看见 他在海面上走 就惊慌了 马太没有说 我们都不怕 我们很勇敢 没有的 我们很怕 然后就说 那鬼啊鬼啊 真的 就喊叫起来 他们就很害怕 他们就喊叫起来 你看他们多怕 如果是你会 马太你 你真的那么怕吗 怕的时候叫有鬼吗 马太说真的啊 真的怕 我们真的以为是鬼啊 天那么黑看不见 彼得你 你一辈子在海上打鱼 你见过那么多大风大浪 你也很怕吗 彼得说真的很怕 所以我那么尴尬 不好意思 彼得你为什么要把你 你们做了这种 这么糗的事写在圣经上 马太说 因为实际的情况就是这样 他走在水面上 而我们非常害怕 当他们害怕的时候 耶稣就连忙对他们说 你们放心 是我 不要怕 不要害怕是我 勇敢一点 只要我 与你们同在 你们就不需要害怕 只要你们知道 不管你们经过什么 你们的环境是什么 我都明白 你们就不要害怕 我一直都在 关心你们 在意你们 所以你们 不需要害怕 即使真的有 可以叫我们害怕的事 我们仍然不需要害怕 因为复活的主 与我们同在 弟兄姐妹 你看 这些圣徒真的很棒 他们这样写 你们觉得真的鼓励我们 真的安慰我们 对不对 连他们都这么怕 从头怕到尾 那你就可以 自然 你怕怕 没关系 彼得也怕 重点是 弟兄姐妹 复活的主 他与我们同在 就叫我们不要害怕 你真的不需要害怕 好不好 你知道在主侍奉的 最后的年日里面 最后那一点期间 耶稣带门徒 他们进入耶路撒冷 门徒跟着他 特别是他们从 他们看见主教 拉撒路从斯里复活 哇 他们信心到达高峰 然后他们就 进入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进去的时候 主就在 骑着小旅居上 有没有 百姓把衣服扑到地上 拿棕榈树 就欢呼 欢呼说 和善纳 和善纳 和善纳是称重神的意思 主要救我们 他们就认为 主是要再来的君王 他们祖先说 告诉他们有一天 弥赛也会来 要建立一个 以色列国度 他们就觉得 耶稣就是 他们太高兴了 你知道这个事情 马上变成政治事件了 耶稣在耶路撒冷 最后留了一个礼拜的时间 他们一起过逾越节 主就对他们说 最后晚餐 我们都知道 主说我要设立一个新的约 因为我们这一切 都是旧约神 向以色列百姓说 应许的 所以以后有一个弥赛亚 有一个君王 有一个救世主要来 他要建立属于神的国度 当然百姓他们 没错他们弄错了 他们说 哦 主说是个新约 好啊 主说借着这个新约 人可以跟神 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关系 然后主说 我要开始一个新的运动 就是教会 我要召集我的百姓 他们更兴奋 对啊 我们都属于神的 我们都是神的选民 耶稣又把我们召集在一起 然后主说 我要给你们一个新的律法 没错 我们再也不要罗马律法了 我们有神的律法 一个新的国度就要开始 因为一千五百年来 他们从祖先所领受 他们从父母所领受 就是弥赛亚要来 要建立一个以色列国度 要把罗马人赶走 他们要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度 一个新的律法 神的律法 神的百姓 神的约 那是他们的梦想 那是梦想 神的应许 特别是这些门徒 他们的梦想 耶稣做王 我们就做左右 对不对 做宰相 哇 多好啊 太高兴了 但是 但是 月节之后 耶稣就被逮捕了 对不对 耶稣被抓了 这些门徒就怎么样 平常都很勇敢了 他们就又害怕了 他们忘记了户外教学 他们又害怕 他们就 他们都 他们都跑掉了 他们都躲起来了 他们都否认主 当他们看到 耶稣基督被拖到哥哥他 罗马人把他定死在石架上 他们知道 一切都结束了 什么新约 新运动 新律法 他说我们根本就不认识他 我们以为我们认识他 我们以为 他就是再来的君王 我们想的太美了 都结束了 耶稣教导就不错了 可是都过去了 对不对 因为他所有教导的机遇 他是弥赛亚 他既然不是 那就不用相信了 我们也不要讲他的事情了 我们不要讲他的故事 因为没有人相信 当初我们在船上 我们说 这个人是谁啊 我们还以为他是弥赛亚 从神来的 不然怎么有这么大能力的 现在 现在死了 他罗马人 怎么可能把神定死在石架上 弥赛亚怎么可能被杀 我们都信错了 我们都信错了 每一件耶稣说的 关于他自己的事情 不是我们误会 就是他这个骗子 他们不要相信了 他们不再相信 他们没有办法相信 是不是 但是这一天有一天 那一天 那一天 复活的主日 当他们看见 那个空的坟墓 当他们又看见 那个复活的基督 他们的夫子 哇 一切又更新了 是不是 复活叫我们看到 耶稣基督所说的 每一句话 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合理 而且是真的 弟兄姐妹 特别是关于 不要害怕的 这个教导 主族不要害怕 复活对 对某些人 可能来讲就是 复活节嘛 可是 就是一个基督教节日 可是对当时的基督徒来说 复活节是一切 对我们来说 有些基督可能就是 复活节是一天啊 复活节 可是对当时的门徒来说 复活是每一天的事 耶稣基督复活 是他们每一天信心的源头 是他们每一天勇敢的源头 是他们力量的源头 是他们不害怕的源头 对耶稣基督复活了 弟兄姐妹 耶稣基督复活是 所有他教导的验证 证明他所说的都是真的 特别是关于 不要害怕这件事情 这个世界对门徒来说 仍然充满了恐惧 他们真的进入狼群 像羊进入狼群一样 但是他们不再害怕 他们学会了功课 他们学会了麻雀那一课 他们学会了船上的那课 两个户外教学 他们学会 所以他们不再害怕 他们不再躲藏 他们勇敢面对那些 逮捕耶稣基督 而且把耶稣基督 定死在十架上那些人 他们勇敢实践 改变这个世界 第五年到第一代的基督徒 不管是男人女人 他们不害怕 他们甚至不害怕死亡 一个人如果连死亡都不害怕 像诸所说的 连死亡都不再害怕 就没有什么可以叫他们害怕的 到许多年以后 在第二世纪 有一个非常有名 当时非常有名的 医学的研究学者 有点像医生一样 他也是个哲学家 是古罗马的一个哲学家 像医生一样研究医学的 当时医学没有现在那么发达 他叫做克劳迪乌斯盖伦 他做了研究 他发表的一些东西 他影响医学一千年 不管在医学上的解破学 生理学 病理学 药理学 神经内科 都带医学很大的影响 实际上有名网 在当时 在他的工作记录里面 说到一件事 他有机会进入当时 罗马的竞技场 检查快要死去的基督徒的身体 当时罗马有一个法律 虽然有些医生 当然那时候医生跟现医生不一样 那医生的医学没有那么发达 当时医生 他们不允许检查一个尸体 一个人死了以后 医生不能动 不能解剖 但是我想 这可能医学没有那么发达的原因 当时可能觉得尸体 怕感染或怎么样 反正人死了以后 就不能解剖 那怎么样呢 如果一个医生要学 只能解剖一个快要死的人 这个人就快要死 还活着 那你可以解剖 你可以看 所以你知道对当时最好的机会是什么 那当时罗马人 他们不是逼迫基督徒吗 他们就把基督徒放在那个竞技场里面 把他捆绑 然后放在野兽 或者狮子 老虎进去 就撕裂他们 就把他们杀死 那 所以很多医生就躲到外面 进去到外面 一等 咬到差不多的时候 野兽被拉出来以后 很多基督徒有的人死 有的人还没有死 快要死了 那他们就进去检查 就解剖 这个人因为很有名 他有很多机会面临这样的基督徒 这位学者 他有机会进去 根据他的观察 看这些基督徒 快要临死这些基督徒的反应 他记得他的工作记录里面 他说这样的话 他说每一天 我都可以见证 他自己不是基督徒 他说每一天 我都可以见证 这些基督徒 他们对死亡 和死亡以后的事 毫不惧怕 他说什么 他说每一天 我都可以见证 那些基督徒 他们对死亡 和死亡以后的事 毫无惧怕 什么使这些基督徒 不再惧怕 就是基督的复活 因为他们敬拜 因为复活的主 他们敬拜 因为掌管生命 已经胜过死亡 征服死亡的主 因为这位复活的主 跟他们说不要怕 我与你们同在 我一直与你们同在 不要怕 不是因为没有事情 叫我们害怕 有 我们应该会觉得 很多害怕的事 但主说 你们可以依靠我 不要害怕 我与你们同在 听众你们对我们来说 也是一样 你我 人类活在地上 都会一件害怕的事 对不对 有的大有的小 我们都想进 各种方法 叫我们自己不要害怕 不要让人害怕 恐惧掌握 掌控我们的生命 彼得 这位主的大弟子 这个两次坏 教学都不及格的 这个彼得 月节晚餐之后 就否认主的 当主被挂在石架上 他就落跑了 这位主的大门徒 大弟子 在基督复活之后 几年后 他写了一封信 给当时的基督徒 传遍各地的教会 给那些 像我们一样 我们相信耶稣 可是没有亲眼 看见耶稣的人 他们是亲眼看见 对不对 我们是没有亲眼 我们就相信 他写这些信 给各地 相信耶稣 但是没有亲眼 看见耶稣的人 彼得跟他们说什么 彼得前出五章 第七 第八节 彼得说 你们要将一切忧虑 谢给神 因为他顾虐你们 因为后面 都没有出来 后面 因为 勿要紧手紧行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 寻找葛吞吃的人 在地上 我们会遇见 叫我们害怕的事 好像狮子一样 对不对 但是彼得说 不要害怕 一切的忧虑 谢给神 因为他顾虐我们 就不要担心 不要担心 不要害怕 如果在这种 你正面临 你正面临让你 非常害怕的事 我用彼得的话 用主的话 跟各位分享 不要害怕 好 不要害怕 因为他顾念 他知道你所经过的是什么 你以后的事都在手中 手中都已经计划好了 彼得为什么可以这样说 你知道彼得他经过 可怕的事 比我们走经过 更可怕多了 对不对 彼得你知道后来 被尼罗皇帝 倒定 死在施加上面 但是他不害怕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 耶稣对他的应许 他相信神对他的应许 就好像 大卫所说的 大卫王所说的 这篇二三篇的第四节 我虽然行过 我死你了幽谷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弟兄姐妹 不管我们已经过什么 我们已经有一个主人 他已经胜过死亡的权势 他配得我们敬拜 他配得我们跟随 今天我们不需要再让害怕 做我们的主人 我们就让耶稣 复活的主 做我们生命的主宰 你我就不需要害怕 不要再害怕 纵使生命中 仍然会遇见 叫我们害怕的事 但是你可以不要害怕 因为他与你同在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